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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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顾大局 今天我们就不吃饭了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一个顾居 张乐平顾居就在这个五元路的288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看到这个张乐平的顾居 这一边都是他之前创造的 三毛的一些形象 我们现在到张乐平的顾居了 现在从我进来看看吧 近来就是这个小花园 多么梦寐以求的一个居住环境 哎 不好意思 太激动了 前面看到人家小花园 我特别的激动 特别向往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他张乐平的顾居到底是什么样子吧 那季节叫做寂寞 背包塞满了加油 没有想到张乐平 还是长得很潇洒 这个是张乐平之前早期的画作 聊聊几笔就把人画得红灵活现 那个时候就是在 在抗战的时候 这可能躲在山沟沟里面 他们心中有很多的理想和信念 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肯定不觉得困 这个是三毛的成长期 抗战士林之后 他就开始潜心回上海 创造我们这个三毛的形象 其实我个人感觉 他到后来画三毛 他就很有讽刺的意味 这块那个时候三毛 同样一个城市 同样一个年纪 但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层次 这个其实是一个讽刺 我们当年上海 在同一个城市生活 但是他们两期的话特别重 这旁边 这个好像就更讽刺了 人活的还不如一个玩具 这个的话其实跟刚刚讽刺比起来 这里我感觉是有一点悲伤 这个的话是当年他们在那个 好多城市流动去宣传的时候 带着望远镜 我估计那个时候望远镜也要带着 为什么呢 及早发现敌人 如果发现不了敌人 被敌人抓住的话 应该是九死一生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必不可守 保密的工具 这个的话肯定很多人有 尤其是80后 90后也有 我们的同事也有 就小时候 那些三毛的一些漫画学 都很珍贵了 现在的话小孩也看不到 都看不到 所以漫画学 所以漫画中尾办了我们的童年 这个就是很神奇 张华平作为一个三毛的创始者 他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其实是改变了他的画画 他就屏息了三毛的一些原有的素材 概念 改成画一些水墨画 或者是油彩画 就完全没有三毛 这个你看 这个就很典型的 像我们以前上海的那种 我们以前上海 刚刚造那个高楼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没有阳台的 所有的阳台走道都是在一起的 都是在一圈一圈的 有点像中间是电影看过 有点像以前那种中间是老楼 那里面一圈一圈人 都是在这里 周围走廊和阳台 一圈一圈人这样子 这种楼线的上海还有 在那个高架桥的下面 放过去 你见过吗 然后这个 这个其实应该也 大家一看就看懂 一些这个不是三毛 当然也批判的 批判什么呢 拍马屁 现在社会风气不太好 这个是马屁 这个是牛皮 吹牛皮拍马屁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我们以前上海 一家三代人 住在一个房间 小的连床都没有 大的睡床 然后呢 一些小孩子呢 就是酷板的 最小的小孩子 连床都没有 就一个篮子 你见过一家三口 住在实际的平方的小房子吗 这么多 都是张乐平的自画像 但不是他画的 你看哦 所有就是 都是各个有名的一些文人 一些画家 他们脑海中的张乐平是什么样子 把他们的脑海中都画出来 然后送给张乐平 然后他们所有的自画像 都贴满了一枕面墙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是一些 一些住院的画 都贴在这个墙上 那个三毛 他为什么比名叫三毛 你知道吗 他因为本名他不叫三毛 他本名叫陈毛平 他本名叫陈毛平 这里有写 他本名叫陈毛平 他为什么叫三毛呢 从小深受这个三毛的漫画的影响 所以他长大之后 把三毛作为他的偶像 他后来从国外回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拜访了张乐平 然后跟他说 我是你的粉丝 那个时候就留心粉丝 八几年的时候 台湾女作家孙毛 昨天晚上来到解放预报社 和上海的知名作家 顾具一堂 天使海外的浪漫 我是你的粉丝 我想拜你做干爹这样子 那个时候干爹是真的干爹 不是现在的干爹 所以他们也是成为一个望远角 那三毛的话 这个一名也是因为开了 一楼是他所有的作品展示 现在我们要去二楼 二楼是他真正住的地方 这里呢 这个就是三毛 看到没 这个就是三毛 现在这个时代 你说一些国家领导人 什么可能就不认识 他应该是一些明星啊 座相 还是耳术内相 因为他那个 因为他那个 因为他那个意思 我们上了楼第一件事 你们看到这个 镜框 其实作为一个 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上海人 其实还是蛮这样的精致生活 虽然那个时候 条件也不好 但是 每一个人的你出门啊 你回来 对吧 住在这里 所以这个真的还蛮 然后你看一进来 就会 哇有个厕所间 我跟你说 这个厕所很像 在八十年代 甚至于九十年代 都没有出过厕所 我们那个时候 就倒马图 像这样一个浴缸 一个厕所间 真的没有 太爽了 我羡慕得不得了 现在可能觉得不值一提 但是在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我们八零后 九零后 真的是一种奢望 这个时候 好 现在我们来到下一个房间 就是我们一起上海很普通的三件套 床啊 屋斗厨啊 一个沙发啊 然后呢 他可能又没有厨房的关系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 都没这个调整个厨房 所以他把这个厨房啊 搬到那个孩子的卧室来作为厨房 作为餐厅 餐厅 这里有个很神奇的地方 这是什么 你看 他常常有什么 有一瓶酒 为什么会放酒 知道吗 这个据传说 张乐平每次找灵感 他画不出来的东西 找灵感的时候 都要喝一锅酒 其实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 我也挺喜欢喝黄酒 因为他也是喝黄酒才能找灵感的 因为北方的酒太烈了 白酒太烈了 然后喝完之后呢 人可能就不太清醒 但黄酒正好喝完之后呢 人工临有一种 寻寻寻寻寻寻寻的感觉 那个感觉呢 在很兴奋的 但又半步半步的状态 飘飘然 那个时候画画应该是极好的 不要悲伤 不要流泪 就是你看 这是他的主卧了 就是他们自己住的地方 明日天 不再去 今上有酒要同醉 不要浪费 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之前因为他们没有厨房 所以他把那些厨房的桌子搬到了 把那个餐桌搬到了 那个小孩的卧室 那你看 他这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小时候大家看到都有一些 不过这个是 废客 废客的一座 他就像这个朋友那种 去错无一种 看了眼前面 我就知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 没办法再给我来看一下 好 现在大家知道答案了吗 为什么他把废客桌 会放到他自己的桌子呢 是因为他的客厅 他把它装作成了他的书房 真的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只有真正的一些文化 可能他才会把这个房间 用来做书房 他这里的话 他竟然把他的客厅 全部改造成他的一个书房 大家可以来给我看一下 这个都真的很赞 因为 你首先看到 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书桌 你把它摊开来写 随便都写 随便你摊 我觉得好爽好爽 我那边按 这个叫什么 香案 这个香案 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 一看就是 小咖喱 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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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书架就很震撼 就让我觉得 他确实是一个 我们很难去比拟的上的一个文化工作 这个就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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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看 这个虾 然后是送给张乐平的虾 然后你看他的落款是谁呢 是谁 白蛇 白蛇是谁 西白蛇 如果这是一副真迹的话 可能这幅画 可以买半套房子了 也要活下去 为祝福再来一杯 三毛的作者张乐平的故居 我们已经探过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顾大菊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转发关注 谢谢大家再见